我感觉ZT好拼 真的好拼啊 巨拼 这个阵容就是属于那种 不成功变成人 感觉这样的话 妖姬有闪 对 就是批她的反应时机了 则莎这里直接钻出来 打一套 换了非常多的血 同时破败王来了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 这个局务机眼是交过了 所以对她来讲的话 这波还是有点危险的 是的 而且这波腿个纪律性 还比较好的 你清楚可能会来 这个线直接不吃了 但这把小草包 依然选择的是一个先攻妖姬 不让你回城 闪现过来 W咬住 我直接给你换闪 那这个线没闪现了 而且这个线有点难 就现在她兵是被烧的 要推出 怎么说已经来了吗 他这波线是一波大线 您感觉这个位置 可以尝试去 有没有机会 哪怕在塔下一换一 我感觉都是赚的 五级的鳄鱼 应该是要来了 怎么说谁先动手 应该是晒线动手 对 晒线动手 晒线动手 W捏住 打一套 回考 塔下直接死了 九五级 换掉了 这也太难受了 但好在刚才省了个TP 省了个TP 但这个应该就是 九哥哥说的那一波 换闪的伏笔 对 欠缺了很多 在前期电击的爆发 主要感觉 在威古斯破先攻还是比较容易的对线时候 对线的时候 对吧 现在出了个水晶鞋没什么问题 阿鱼有了水晶鞋在线上打凯南压力小很多了 大招 还在大招开了 往前端 二段端端端过去 红毒Q回一口 揪去里没有闪了 打不过 没办法要被单杀了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水晶鞋啊 你大弓 这伏笔都不是五分钟之内来了 这五分钟之内一直来呀 哇 腿哥这些被线上给突破了 就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五分钟 而是一整齐吗 觉得一个闪现的护惯 导致凯南有点玩不了 点个被动 这里微笑的血量被打得蛮低的 这边上面就在打的 我们来回看一下上波的单杀 到六级 一刹那 然后溢过来 同样也有眩晕 但是因为鳄鱼有水晶血啊 所以他可以完全地往前端 而且主要这个W把这个凯南的E的时间 基本上全部覆盖了 对的 也拉不开 这个位置 有大招 有大招 可以拉开 但端下去了 交闪线过来躲了个仇杀 还行啊 在后面能跟上吗 交闪线一个Q 直接收尾 这波来自预言家的一波游走 和热情温度的中野联动 找了一波回 过去洛夫兰这个位置 小草宝感觉 走了 被打了一套很难受 而且上面有TP 那这样赶紧的回线 没办法 而且他身上闪快转好了 这三天玩得比较分散 大招直接洗 微笑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要微洗满了 那交闪 双招直接 对有点难受 是的 这把Hili也开始了 主要这把其实上路虽然战船 但是中下半区 其实还有优势 右边 而且严家还没走 大招直接电 电麻了 而且还有一个被动 打出来之后 想去杀 直接击杀这样子晒 这波找了一个比较好的timing 下楼也有优势 但是现在埃罗丽带着 凝王两个人过来 有双招的 双招 双招被打完之后 这个人头可以让给宁了 我不信 他会产生A 我说句实话 这波态弹很果断 就今天这个爱笑组合的表现 可以说让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 宁选择是想去控六只潮丛 大小龙宝这个位置应该是听到了 把他叫过来 大招直接控制抵消 抵消掉了 赶紧跑 直接挖嘛 看姿态这个大招放上怎么样 仇杀直接顶起来 顶到了 最后配合一波 combo直接秒掉了宁 对联斗做得很不错 这波感觉第一时间 姿态这里也是门清啊 等你交完大招之后 让自己家打也顶起来 你不再交大招 原家从后面绕过来 被动挂到了艾罗莉身上 不过直接亮起一个TP 来自于勒夫兰 打乱了这波进攻 两边TP同时亮起 他是个先攻勒夫兰 没什么伤害 还是个水晶鞋 姿态这里感觉 直接往前顶就可以了 自信了 就是属于 你给他放狐狸 我拿妖极弹了 就是他应该是想好了 你就给我拿妖狐狸 拿妖极弹剑 先看这波双链练到了 还有个印记触发了 再来一发抽魂 抽死了姿态 没办法 这波也是不小心了姿态 而且这波闪现都交了 被练到就走不掉了 直接Q闪 闪现顶 顶到了 直接A加 需求的同时普攻 收掉了左边 想因为他闪现直接咬 再转一下A加 伤害算的私欲好 还没死啊 主要这里 太突然了 也就打了起来 预言家这个位置被留到了 那地下个盾 后续 Fail Loli直接被秒了 那这样微笑没有闪现 也就要死了 这也就怎么打起来了 微笑小龙宝 嗯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互相依赖吧 还可以去为团队找到节奏 而且预言家也是加入了游走大军 哎 直接逼闪了 就是这个压制地打得非常足 大招直接震起来 Fail Loli 同样也给个大招 洗一下 圣枪洗礼 这个位置可以拉开 还敢从那儿回来真勇敢啊 确实 妈呀 这 来小草包这里能被抓吗 往前达不溜 但雷克斯在后边啊 想一把这个塔拆掉 然后怎么说没有大招啊 自己能走吗 你敢来我就敢死呗 啊 而且这里有200赏金哦 这200赏金又给到老奥一波 感觉很亏啊 哎 没有进化的 年王能完成对位的击杀 哎 能完成单杀吗 好单杀不了被反杀了 怎么这把除了鳄鱼其他几个人都不太对劲啊 感觉兄弟们这把又回到之前那个OP了 怎么现在感觉只有下一个在玩游戏啊 是 就是回到那个最熟悉的OP了 雷克斯在绕后闪顶 哇 第三个直接化成了一个小石头人 哇 太力功了 配合上姿态了一个进场 又命中道 是个真神 比那个闪现 大招再挖 恶虎新阳 直接拿下 而雷克斯在这边打出被动 雷克斯 直接感觉把这个八局机 配合上熬眼波比 把左边给碾压了 这游戏直接要结束了 怎么打完 这峡谷先锋直接撞高地上 峡谷先锋直接撞第三头了 这个版本 已经找到了打开小草包的方式 就是拿节奏碾压的 这是感觉完全没看懂啊 嗯 捏一下 捏到了957 这个位置能打到底吗 眩晕 交TP来自于鳄鱼的TP 大招开出来 保下自己的血量 W闪 但大招闪捏到了 这波可以杀 捡了个魂 交闪现过来 直接给到了瓦西里一个大招 但这个位置可以往后跑 的1710两连踩过来 哎呦 雷克斯这波 老师会起来 雷克斯启动了 好像可以再杀一个 哇一波突如其来的打野的节奏 是OP吗 前20分钟让大家很难受 后20分钟让兄弟们高兴是吧 这本来已经不知道是吧 该去怎么找这个机会了 就会直接从脸上来 一会儿看一下这波 到底是怎么样 抓住了这波 就是宁王在这里蹲服 有颗针眼 然后957点探草头 这太关键了吧 是的 因为中路这个线 他敢蹲在这里 真是大失败 嗯 而且的话 当上野二人一合并以后 正面的团战吹哭拉酒 就是利用灰格变成的矩阵 把红色帮所有人全追死了 主要是金克斯啊 这把导弹让他送一个启动啊 嗯 而且在盖上 其实他们没有料到户面 会有三个人团包过来 阵行很差 卢西安反而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哦 再杀一次 又杀一个 变成了卢西安勾勾到了 布龙这里感觉要死了 两千只点死你我 你的卢西安真好用 被上身了是吧宁王 打输一两波就基本被翻了 是的 打输两波之后 他们很难找回来这个节奏 现在妖姬也重新连接 哇呦 这里也是妖姬连接在配上的晒 就你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练势 同时又不知道他们怎么从练势打到优势的 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是姿态 呃 我要吃根大绿色心情了 我得吃两根 说实话 我是低哥兄弟 不是 我必破 哇 下路高地直接推 然后回来之后中路二塔还可以拿 感觉这样的话应该没什么希望了 右边 因为现在左边机器已经反超了非常多了 就因为左边这个阵容拿到优势 这种时候拿到优势的时候 右边那个阵容是很难去抗衡的 嗯 对 就是你飞过来 你偷点钱 他又觉得输不了 嗯 小龙宝想来一波节奏顶到了飞尔罗里 直接往后拉就要个闪 反手一个勾到布隆 这个位置搭起来 大到的布隆 能伤到一个 级攻击方 拿到启动 还差一下拿到启动了 这武器直接往前闪现变 但是被闪现被打开了 但是在这个位置非常能打 往后拉一下 再点炮轰死一个 可以减魂 再来一个震荡电磁波 又打到一个减速 先把塔给轰掉 凯哥这波确实大很不错 血手触发 盾非常厚 直接扛着塔白 塔给A了 是的 伤害面上依然比不了 是 这个阵容现在已经完全的难得玩了呀 就姿态这个阵容 有女王面杀 先挡个技能 而且后继又回来了 所以我发招红一下 差点给小龙宝斩杀了 还是说的那个问题啊 这个阵容 没有人能应对 打团的妖机 对啊 这个阵容就是玩前20分钟 20分钟有优势OK 但是没想到22分钟那波被打回来了 而且现在姿态的话 主要是不好去开任何人了 就尬住了 而且他现在缺伤害了 他是选择过了精神 没有暴力 大招起一波 但是有血手啊 只能把手机打出来 勾到了 勾到了 金克斯就没有大招了 能有启动吗 大招今天开出来 实在是乐于的大招 两年才踩完 这种伤害打得还不错 但一花就挺完之后 这波配合天雷 打得还行 这波可以打回来一些 而且没效这个位置没有进化 他只能说是直接被人鱼肉 但是他们有大招 他们可以处理兵线 可以尝试一些开团 因为他们这个开团还挺厉害的 在拖点时间 对 在拖点时间 他们自己还是会担心 但左边不是特别担心 并且金克斯的成长还在继续 现在有了大招Buff 但是ZT很难找机会 但是这波在拼恶语的信号 紫晒虽然血量很多 有4000多滴血 还有血手 但能扛得住吗 顶起来 大招直接跟 先开大招 血手触发 扛不住 五个人的激活 还是扛不住 是的 他要是不敢玩起来的话 他这个是 比较有很大负担 看这波 这波有没有机会 来波Poke来了 单踩过来 练到了姿态 逼这个接近身 而旁边布隆 这位置被打开给闪现 想往前顶一下 大招直接锁到了 瓦西里 这个位置都往后溜 一锦的滑步往后滑 大招风路过去 第一时间保血量 拉扯做的看起来还行 小龙应该是有机会挤到的 两个TP回家 但是有很多TP演 TP演来了 还是想打 是来自于凯南的TP 姿态也来了 然后第一时间往后拉 但是面团出这个小龙宝 小龙宝大招 困难上海 咬原下 来有个薛手完之后 凯南接近场了 这波凯南电了三四个 直接电麻了 一波来自于腿哥的救赎 还剩下一个 赛小龙宝已经在追了 不过这个位置正面兵线有 这波如果赛哥倒地的话 正面应该是要被一波了 小草包现在正在独回城 他只要追 他只要追子杀就可以了 正面三个人去推进去好 是的 妖姬杀人输吗 这三个人要推进 小草包能守得住吗 直接往前立个门 但妖姬被打出金身 先把甲车给电死了 脚闪现往后拉 但第二座门牙塔要倒地了 而且旁边这个位置 还追死了这扇 往前跟大招Q Q和E直接收掉一个 那这样ZT要完成追一把了 我们恭喜ZT 逆境中的翻盘 我没想到这把确实是跌宕起伏 那其实还是 就等于说就是右面的话 前面就是一直又是赢了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就可以把这段黄色的小山峰 可以抵较过去是吧 是的 谢谢大家